遠景路邊酒駕零件 手拿交通指揮棒 是一騎士停下受檢 但騎士卻仿佛沒看見 直接加速通過 事發在桃園三明路 與中山路口 警方在執行酒駕路件時 卻有騎士直接闖越 險些衝撞遠景 警方立即調閱監視器畫面 查出這輛機車車主 警方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5條第四項高發 將儲新台幣18萬元罰款 一致保管該機車 吊銷行為人駕駛執照 另外在62線快速道路 西向2.6公里處 車輛行進該路段時 疑似因為路燈不亮 造成視線不佳 駕駛紛紛壓過 掉落在地上的不明鐵之物 造成輪胎爆胎 在晚上都看不見 看似乎沒有 車子就感覺輪胎沒氣了 八輛造車只好在路邊 乖乖排排站 等待拖掉車前來救援 所幸用路並非尖鋒時期 沒有造成回毒情形 五人雲傷亡 造勢車輛警方 課證調閱監視器追查中 用路人行車上路 應該注意車輛設備是否牢固 以免掉落路中 海對後方駕駛車輛爆胎 記者得志展出 電動郭維瑄綜合報導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